大游标的,我没有放在简报里面 但是呢没关系 你就直接进到我的部落格 有没有找到一个翻转教学线点进 点进来 在这边 跟 萤幕绘图还有滑鼠游标有相关的 有没有看到 好你就进到这一个 点进去 因为这个呢 是 微软 最近Windows 10 更新的 我看一下 底下 有没有看到 下面下面我有放 诶我没有放进来吗 不好意思我找不到 这一天 有没有 Windows 10 因为呢最近微软 大概应该是 那个几月份更新的 就是他更新到1903以后的版本 就有这个 其实这个功能在Mac上早就有了 可是以前我们Windows 10使用者比较麻烦就是你都要去找其他的东西 虽然你的游标也可以变大一点 我们可以去控制台变对不对 但是再怎么大 是不是没有我这次大 我们加的就是比较大只 那 最大好处就是说你可以从这边 以前我们都是透过这里去改嘛 但是真的 即使你调整超大 那 就是超 不够大 现在呢 这个是Mac上的 Mac上的 那我们要怎么去找 您进到所谓的这个地方 控制台 有没有一个滑鼠的选项 你找滑鼠这个选项 找到 有一个叫调整滑鼠游标大小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选项 不要怀疑你还能更新到190站以上 这样了解 好就是190站以后才有 所以我点到这里 有没有控制台 这里点下去 你看我找上面 有没有装置 这个地方 这个点下去 好 我现在找到滑鼠 现在在右手边有没有这个选项跑出来 好 哇 怎么这么多改版 好你看一下 这个就是各位原本的大小 有没有 有没有变回来了 好你知道我可以变多大了吧 大家会变 变这么大字 滑过去 滑过去 有没有 所以我大部分会调到9或10 9或10 那当然如果你要 打字的地方 比较大一点 你可以把它变粗 这个地方就变得比较粗 好所以就这样就好了 也不用做存档 关闭就OK了 因为贴的马上就有 这样有没有简单 所以你待会可以从这个地方找一下 不过呢 微软做一半 我们最讨厌就是微软做一半 为什么 因为呢 微软他常常 这个 做完了 看起来 不错 对不对 可是我跟你讲 我录影的时候录不到 就是这个游标 你在录影的时候 你看到他还是小的 可是教学现场 你现在广播看到的就是 就是大的 但是MAC的 人家是录得下来的 这样了解 给你试看看 好不好 真的真的 这个比较新的 值得大家就是调整一下 因为有时候真的 我们在 简报过程里面 游标真的太小了 你用那个荧光那个 红外线的那种底 刚底 其实眼睛不舒服 所以 你就游标大一点 你再找 就方便了 这里我们跟老师补充一个情形 这个跟刚刚那个更新没有关系 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的这个土比你们大 你们的事都这么小 还是更小 你有没有发现我可以放大 你有没有发现我可以更大 请问这个怎么做 问一下老师 请问你平常看网页的时候 这个字不够大 怎么变大 好 你怎么那么聪明 桌面上为什么不能用 也没有看到 Ctrl加滚轮 因为有些人会不小心 按到这个 就说我们家 为什么变大了 Ctrl加滚轮就好了 对现在是我的 现在是我的来 现在换你的 所以这几个是 可能老师你在用的时候 也许就会 遇到的问题 因为有时候 土真的太小了 各位年轻的同学 不要这样子 老师 势力现在就要越长 其他大一点